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在这最后一节当中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Gust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就是味觉讯息呢 对大脑是怎么样去解读这些不同味道分子的讯息 那在这一节当中呢 我们要关心的几个主要的议题 包含了这个Gustral Information呢 它在所谓的这个功能上面呢 其实有好多个不同的可能性 第一个是我们知道它可以去分辨味道的分子 就是consciousness 有意识去分辨这些所吃到食物的这些味道的这些感受 但是呢它同时也会产生一些行为的影响 包含了我们会有设施的行为或者是保护的行为 都跟我们这些Gustral Information 味觉的讯息的处理在大脑中的结果有关系 那首先呢我们来先谈一个有趣的一个议题 就是我们在之前呢曾经在上一节的单元当中呢 曾经介绍过我们人类可以分辨五种不同的味道感受 包含酸甜苦咸跟这个鲜味 但其中的这个苦味跟酸味呢 我们都知道呢它是innately aversive 就是会造成所谓的这种排斥或者是不喜欢的这种行为 那因为它是属于这个有毒或是有害的东西 而通常呢甜味跟鲜味甜味就是carbohydrate就是碳水化合物 umamine呢则是鲜味是属于蛋白质氨基酸呢 它这则是属于这种吸引的或是有利涉食的这种行为 可是咸味呢我们之前却没有仔细地谈是因为呢 咸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感受 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今天吃食物里面呢 没有加盐的话呢不好吃你不会想吃 可是如果是食物呢太咸了加了太多盐的话呢 你反而会产生这个aversive behavior 你会不喜欢吃这个食物 所以咸味呢似乎很特别 太咸也不行然后呢太淡也不行 似乎是有很不一样的机制在调控我们对于咸味的感受 所以咸味对我们来讲呢 到底是一个aversive behavior还是一个attractive behavior呢 过去一直是一个值得争论的一个议题 那过去呢Charles Zucker的实验室呢 做了一些实验呢证实了说 其实呢我们至少在老鼠上面呢 是有两种不同的TRC 就是test receptor cell呢 分别去处理我们刚刚讲说 对于咸味的这种吸引跟排斥的行为 他们在过去的研究当中呢 这是他们在2010年的一篇nature paper呢 显示出说利用calcing image的方式可以看出来说 如果是在低浓度的这个sodium chloride 就是低的浓度的这个盐的程度呢 100mM的时候呢 这个细胞呢会有所反应 如果调升到500mM的时候呢 细胞还是会有反应 可是呢KCL对我们来讲呢 是另外一种咸味 但是是一种不好的这种咸味的话呢 反应是完全不受到影响的 可是相反的来说呢 另外一种反应呢 它是属于high sodium concentricion才会反应的细胞 你给它比较少的咸味呢 浓度是100mM的时候呢 是没有反应的 这是下面的这个四个细胞的结果 下面呢如果你是给500mM 比较高盐度的这种sodium chloride的话呢 就会有反应 但是如果你给KCL的话 同一颗细胞呢也会有反应 KCL是另外一种我们不喜欢的这种咸味的这种分子呢 也会产生感受 所以似乎呢证明是有两种不同的TRC 就是Test Receptor Cell Media 这两种不同的咸味的行为 那他们去进行的这个反应呢 也得到一个很有趣的结果 那这个反应呢 刚刚讲说呢 这个咸味的感受呢 后来被证实呢 是一种叫做amirrite sensitive的一种sodium channel amirrite呢是一种这种物质呢 会去block这个channel 所以呢 如果你在做实验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加入了60mM 算是比较低盐 低浓度的这个盐的话呢 就sodium chloride的话 如果你加了amirrite之后呢 会把它消失 没有加了的话呢 会有反应 所以这些呢 加了这个amirrite之后呢 会消失的呢 则称为amirrite sensitive的TRC 就是上面呢 用粉红色来标示 那这个实验室呢 他们可以把这个enac 就是epithelium的这个sodium的channel 就是amirrite sensitive channel 如果knock out掉之后呢 就是红色这条线 就发现说呢 这个刚才呢 对于这个60啊 或其他的这些低浓度的时候呢 本来有反应的呢 现在就消失了 可是呢 你加入了这个amirrite呢 基本上呢 还是一样的这个结果 不受到影响 所以呢 感觉上呢 你把这个enac knock out之后呢 对于这个红色的部分呢 会受到影响 对于下方这个蓝色的部分呢 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所以他们从这个实验里面呢 就推论说呢 很可能是有两种不同的sodium 就是显味的receptor 一种呢 是属于这个enac的 也就是属于amirrite sensitive 就是下面呢 用粉红色来表示 就刚才粉红色这一段呢 是如果正常情形是加入了这个sodium chloride的话呢 你的浓度越高的时候呢 它反应越强 但是如果高浓度的时候呢 会有点下降的趋势 可是如果你把它knock out之后呢 基本上呢 是完全不反应的 可是在蓝色这一块呢 是另外一种amirrite insensitive 不受到amirrite影响的 就是不管你有没有knock out呢 它基本上反应呢 都是随着浓度越高 它越强 而且呢 浓度越高也不会下来 所以呢 似乎是属于这种 对高的 盐的 咸的 咸味的这种感受呢 敏感的这种细胞 那这个实验呢 他们也想要知道说呢 如果今天呢 把这个enac 我们说是对这个低浓度的盐分呢 感受的细胞 如果knock out的这个老鼠呢 它这个sod attraction the leaking ratio 就是说 对于它吸引 就是它吸引 它会去舔那个水 或是舔那个食物的这个比例呢 如果是正常的时候呢 浓度越高的时候呢 它舔的成分越高 就像我们咸味 适中的时候呢 我们会很喜欢吃这个食物 可是太咸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降下来这个趋势 可是呢 如果是把这个enac knock out的老鼠呢 不管是咸味有多咸 它基本上是不会有这个attraction 那对它来讲 咸味呢 就不再是一个吸引的味道 但是呢 对苦味来讲 他们也做了苦味的avulsion aversion的这个leaking experiment 基本上呢 不管是红色的是knock out 白色的呢 这个白色的部分呢 是这个正常的老鼠呢 基本上呢 浓度越高呢 它的这个avulsion的这个程度呢 是会降下来的 所以就表示说呢 这个反应呢 基本上呢 这个avulsion的部分呢 是不受到影响的 但是呢 这个attraction的部分呢 会受到影响 那后来他们就想要 去进一步研究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呢 他们有另外一篇paper呢 就找到了说 其实并不是有另外一种 所谓的收点的这个 咸味的receptor cell 而是呢 当过咸的时候 high salt的时候呢 其实会recruit一些 所谓的这个aversive的receptor cell 像是我们知道呢 我们一般来讲 是对苦味 还有这个酸味呢 我们会产生这个排斥的行为 所以他们证明了说 如果今天是高炎的环境呢 反而会去增加这个苦味跟酸味的感受 那苦味是第一个会受到刺激的 比如说他给高炎的时候呢 这个细胞会产生反应 那同样这颗细胞呢 也会对bitter 就是对于这个苦味的分子产生反应 sour的话呢 只有一点点反应 那后来为了要证明说呢 这个sour呢 还是会有影响的 于是他们做了另外一组实验 这个实验呢 是去呢 做这个PKD2L1 我们在之前上一节曾经讲过 PKD2L1呢 是被认为是跟这个酸味有关的这个receptor 那这个酸味的receptor呢 如果你用一种这个toxin呢 把它破坏掉的话呢 去跟control比较就发现 在wild type的情况之下呢 是对五种味道呢 都会产生感受 不管是高 这个低的这个sodium chloride 或是高的sodium chloride 加了amyl chloride的结果呢 都会产生这个影响 可是呢 如果呢 你是把这个PKD2L1 就是酸味的receptor 给nuck out之后的话 那它的反应呢 就会降下来 但是不会完全消失 因为呢 它还有苦味的receptor 会代表这种高炎度的这个sodium chloride 咸味的感受 但是如果你做了double knockout 就是你把这个tr trip-mphi的这个 trip-mphi呢 就是负责 我们在之前曾经讲过 trip-mphi就是负责甜味 鲜味跟苦味的这个receptor channel 这个负责douncyene channel 给nuck out之后 就是把苦味的也nuck out 把PKD2L1呢 也是负责酸味的 给它破坏掉之后呢 如果你把苦味跟酸味都破坏掉的话呢 你所造成的结果呢 就是呢 对于这个高炎的这个反应呢 是会完全的消失 所以他们证明了说呢 当这个炎度过高的时候呢 250mmol以上的高炎的这个环境的时候 我们所感受到分子呢 会产生这种排斥的感觉呢 是因为呢 recruit了到这个苦味跟酸味的 所以苦味跟酸味呢 基本上是一个产生aversion的behavior 那他们当然呢 也做了behavior实验 来证实刚才那个测验 刚才那个细胞实验呢 是正确的 这个是做aversion的behavior 发现说呢 当这个KCL KCL是这种 所谓的这种苦味 或是显味过高的时候呢 在double knock out的情况之下呢 它就不会出现了这个aversion的behavior 但是呢 对于它的attraction呢 是不受影响的 所以呢 正常情况之下呢 是我们炎度过高的时候呢 会越来越喜欢去吃这个咸的食物 但是浓度过高的时候 当然会降下来 可是呢 在这个double knock out的情况之下呢 它就不受影响 所以呢 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实验呢 区分说 我们对于咸味有两种不同的感受 一种是aversion 一种是attraction attraction呢 是借由这种高感度的这种 这个ENAC amularized sensitive的sodian channel 来负责 而在高炎度的时候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aversive behavior呢 是因为recruit到 这些苦味跟酸味的receptor 会产生我们所谓的这种 排斥的这种行为反应 另外呢 我们知道呢 当我们讲到gocitory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讲的是味觉 通常讲的是在我们口腔当中的 味道分子的感受 但是呢 我们在讲这个食物味道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会用另外一个字 称为flavor 可以把它暂时分为是风味 就是我们当我们吃到一个食物 如果我们说这个风味很好的时候呢 我们的风味呢 其实不完全是来自于 我们的gustral resistance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酸甜苦咸跟鲜味的感受 因为我们还会来自于 offectory跟sometasensory的input offectory很明显 比如说你感冒的时候呢 你鼻子不通 或者是你鼻子呢 感觉不好的时候呢 吃的食物都没有味道 原因就是因为呢 我们吃食物所产生的这种 风味的感受呢 跟我们的嗅觉有关 那sometasensory 传言什么角色呢 我们知道呢 当我们闻到一个味道 跟我们吃到一个味道 所感受到的嗅觉 是不一样的 因为呢 在这个味道的分子当中呢 的确呢 味觉是由鼻腔所感受 是由这个口腔当中的味道 进入到鼻腔之后感受到 但是这个味道分子呢 会借由这个sometasensory的讯号 告诉大脑说 这个气味的分子呢 不是来自空气 是来自于口腔 所以sometasensory information 会告诉它是来自于 口腔这个位置 同时呢 我们知道我们吃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感受到这个食物的texture 就是我们比如说 是粉状的啊 是硫状的啊 是各种不同的感受 那这种感受就是属于texture 就是像我们在触觉摸到的东西一样呢 我们的皮肤会有感受到 这些不同的这些粗细的程度 所以我们的这个口腔当中呢 舌头上面这些sometasensory的 触觉的receptor呢 也会帮助我们去感受 这个食物的风味 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之前在讲 体感觉的那一节的时候呢 那一周的时候呢 我们也曾经说过 在我们的这个口腔当中呢 我们有冷觉跟热觉的感受器 比如说是这个 冷觉的感受器 会让我们觉得清凉的感觉 那热觉的感受就像辣味的感受 会刺激到这些capsiason的receptor呢 会产生所谓的spicy的感受 这个这个辣味的感受 那另外一种感受就是carbonation 就是我们喝碳酸饮料的时候呢 会觉得有bubbly的感觉 就像你喝饮料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舌头上有震动的感觉 那这种震动感觉呢 当然呢 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刺激到触觉受器 所以是sometasensory input 但我们待会讲到呢 你吃到这种所谓的碳酸饮料呢 这种酸味的感受呢 跟酸味的receptor也有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举两个实际的例子 这实际的例子呢 第一个是属于这种冷热觉的感受 那这冷热感受很有趣呢 就是我们之前曾经讲过 trip and find呢 是这个甜味、咸味 甜味、鲜味跟苦味的 这个downstream的这个channel 其中trip and find呢 主要呢 在甜味的receptor又特别重要 所以呢 当这个activation的时候呢 当你吃到东西有热的时候 或温度的改变的时候呢 它不但是会去刺激你原本的甜味 或者是苦味的receptor 它同时也会去activate这个trip and find 就是属于thermal receptor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 当你吃到一些热的东西的时候呢 热喝热水的时候 会有这种甜味的感受呢 就是因为刺激到了这个 你的这个甜味receptor 你下游的这个trip and find的这个channel 所以这个channel被activate之后呢 你的甜味receptor呢 它告诉你的大脑的activation 就是甜味的感受 这个冷也是一样 这种所谓的thermal test 就是说比如说你喝冷水 或者是吃冰块的时候呢 你除了有冷热的感觉之外呢 你也会有这种所谓的甜味 略微微弱的这个甜味的感受呢 是因为呢 你刺激到了你这些所谓的甜味 这个冷热的这个受气 在这个甜味的receptor上面 才会产生这种所谓的thermal test的感觉 那我们刚刚讲说carbonation carbonation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这也是Charles Zucker的实验室呢 在过去所做一个很有趣的研究 他们想要知道说呢 这个碳酸饮料 我们吃到碳酸饮料的感受呢 是由哪一种味觉受气来负责的 那因为呢 碳酸饮料呢 碳酸就是属于这个 这个CO2呢 二氧化碳加入加水之后呢 经由一个这个carbonic anhydrous的作用呢 这个enzyme的催化呢 会变成这个碳酸氢根的这个离子 那这个离子呢 当然会产生酸的这个氢离子 那这个是会产生所谓的酸味的感受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CO2的感受呢 或是CO2的碳酸饮料感受呢 其实是来自于这种酸味的receptor 那这是过去的实验呢 我们刚刚前面讲过呢 PKD2L1呢 是负责酸味的受气 所以在正常wildtype的情况之下呢 是对各种不同的味道呢 都有感受 同时呢 对CO2呢 就是这个二氧化碳的气体呢 以及这个soda 就是一般的苏打水呢 都会有感受 那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呢 是knockout T1R2 就是我们之前讲 它是负责甜味receptor的话呢 acek是一种甜味分子 它的反应就消失 其他的反应呢 不受影响 可是如果你把PKD2L1给knockout的 它不是用knockout的方式 它是用一种毒性的方式呢 去把它破坏掉的话呢 这时候呢 对situ acid 就是酸 这个柠檬酸呢 会产生抑制的作用 同时呢 你对于这个口腔当中的CO2的含量 这是空气中的CO2的含量呢 也会完全受到抑制 当然也会抑制到你的喝苏打水里面的这些碳酸饮料的反应 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行为的实验 或者是这个测试的实验里面呢 知道说 PKD2L1这种酸味的receptor呢 跟我们这个口腔当中 能够detect到这种所谓的carbonation 碳酸的这种感受呢 或者CO2的感受呢 是有密切的关系 那最后呢 我们来讲说呢 那我们终究是想要知道说 我们这些口腔当中吃到这些食物 不管是风味也好 口味也好 这些感受呢 在我们大脑里面呢 到底是怎么样represent的 我们在上一节当中呢 曾经有介绍过 说这些不同的这些第七对第九对 跟第十对的这个卢神经呢 会经由脑干呢 传到大脑的这个 这个味觉的皮脂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 它也会投射到这个hypothermic 夏氏丘 那夏氏丘呢 当然是负责我们一些 这个基本的一些功能 包含fitting behavior 跟这些autonomic response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说呢 在过去呢 其实呢 是非常debating 就是对于大脑 到底是如何代表 这些不同的味道 分子呢 其实呢 还没有一个 大家都一致同意的结论 我们可以很清楚 就是clearly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确定的 在周围神经系统呢 每一个test receptor cell 只会表现一种test receptor gene 所以是一种label line的 这个information的processing 没有问题 可是呢 在中枢上面呢 在central nervous system的CNS呢 则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这种理论 第一个呢 是所谓的 继续是label line的这个idea 就是说呢 到了这个大脑之后呢 sweet有sweet的脑区 bitter有bitter脑区 umami有umami脑区 很可能这些 所谓的label line的这些处理方式呢 对于我们刚才讲这种 快速的行为反应 innate response 包括吸引的反应 或是排斥的反应呢 可能是非常的重要 可是当我们吃到一个食物的味道的时候呢 我们又希望去能够做一些比较 知道这个是酸中带甜 或者是酸中带咸这种味道 那像这种是属于要blending 所以呢 很可能另外一种model呢 也有可能是正确的 就是sweet跟bitter跟umami呢 会combine在一起 有点像是我们嗅觉的时候呢 它是一种population coding 或者是combination coding的方式 让我们去判别这些味道分子的组合的情况 那至于哪一种是对的呢 其实到目前为止并不知道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debate呢 是因为在过去的研究里面呢 其实两种data都有 第一种data呢 就是说 如果你去对这个 像仓鼠这样的 这个gustatory的这个passway 去进行电生理记录的话呢 你会发现说呢 给甜味咸味 或给苦味酸味呢 基本上这个神经好像都有反应 所以感觉上呢 一个cell呢 它会对非常brow spectrum的test stimulate 就是不同的味道呢 似乎都会影响到它的动作电位的这个发生 也就是产生到神经的讯号 所以似乎一种combination的coding 可是呢 Charles Zucker 实验室呢 在2001年呢 发了一篇paper呢 他们是利用这个 two photon imaging的方式呢 去imaging这个 在小鼠的这个大脑里面的这个 这个味觉皮脂 然后发现说呢 给予不同味道的时候呢 不同的区域呢 会对这不同的味道呢 产生感受 所以似乎是有 比如说黄色代表的是这个鲜味的味道 那这个绿色代表是甜味的味道 似乎是有不同的区域 不过这篇paper很可惜的是呢 并没有找到这个sour就是酸味呢 没有一个特别的区域 所以不管是四个区域 或者是五个区域 基本上呢 在这个study里面呢 似乎证实说呢 在大脑的这个皮质上面呢 也是有所谓的gustatory的mamp gustotopic的一个mamping的情形 所以不管结论是什么样呢 我们并不知道在central nervous system呢 到底是一个population coding 还是像Charles Zucker所说的呢 是属于这个有所谓的gustatory的mamping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呢 它的下游呢 其实影响到不同的这些behavior 包含了我们知道呢 我们的perception 我们可以有意识地辨识出 我们所吃到的味道是甜的 咸的 酸的 苦的 或是鲜的这个味道 以及呢 当我们吃到这个味道的时候 我们会有自主的一些 非自主的一些行为 包含 如果你是吃到这个甜味 或者是鲜味的话呢 你会包含咸味呢 如果是低浓度的话呢 你会有这个增加Isoline的release 就是胰岛素的分泌 会有这个吞咽 或者是这个唾液的分泌 等等这些 帮助你设食的行为 behavior出现 如果你是吃到酸味 或者是苦味 或者是刚才讲 比较高浓度的咸味的话呢 会有所谓的protective行为 包含了会有这个coughing 会有这个呕吐啊 或是咳嗽啊 等等这些不同的方式 让你把这些有毒 或是有害的物质给吐出来 所以是一种保护的机制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呢 这个test information呢 就是味道的这个讯息 在大脑当中呢 处理的方式 我们目前并不知道 但是它下游呢 其实影响到 非常多不同的生理功能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呢 我们在这节当中呢 所介绍到的 一个重要的概念 第一个呢 就是说 这个 有test receptor cell呢 它基本上呢 负责咸味呢 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 知道有两种 一种是低浓度的 一种是高浓度的 低浓度的是 由这个epithelium的 sodium channel呢 ENACI负责 它是负责我们的 这个attraction的behavior 那在高浓度的 炎度的时候呢 会recruit这个 这个苦味跟这个 酸味的reset 产生的是 aversion的behavior 那我们刚刚也讲过说呢 这种风味啦 flavor的感受呢 除了有这个味觉系统之外呢 也有嗅觉系统 跟这个体感觉系统呢 都会参与 包括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食物的textual 知道食物呢 是辣的 还是这个清凉的感觉 跟这个carbonation 包括这个碳酸饮料 这些感受呢 都可以藉由这些不同的system呢 才整合产生 最后我们介绍了两种可能的model 来解释我们的CMS呢 是如何代表 either是population coding 或是label line 都有其各自的evidence去support 但是终究它是在大脑里面 是如何代表的 未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才会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